民进党从上海以来 就一直跟贪腐脱离不了关系 我们别忘了第一任 陈水扁任期内 他的贪腐的弊案有多么的严重 这是第二次民进党再次的执政 在去年 台湾由于疫情很严重 但是台湾的科技能力不足 所以快筛期不够 那个时候呢 陈时中当时的负责这个部门的 卫生部门的 他就从海外进口了 17多亿美元的 这个快筛季 结果呢被查出来 进口的公司竟然是一家小吃店 一家小吃店 他的资本额不到200万元新台币 而且呢 他的负责人 他这家小吃店 跟任何科技没关系 结果呢 他竟能够拿到 这个标案17多亿 在这一次更为严重了 因为台湾民众发现 吃进去很多从海外进口的 这些鸡蛋却是致癌物 这些含有毒的这些鸡蛋 结果是由高雄的艺人公司 他本身的资本额更少了 有这家更少的资本额 而且呢 从来没有人看到 这家公司有经营这样的一个业务 而且也没有人看到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进出 而却能够拿到百分之六十的 这些进口的补贴 我们可以了解到 这个民进党当局 他们惯用的一个手法 就是透过海外进口的方法 来洗钱 然后呢 图利个个人的公司 其实这些个人的公司的背景 常常就是幕后的 他们的一个洗钱的一个白手套 也就是一个黑手 那他们的本身的政治现金 其实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把钱洗出去 再把它留回给 这些特定的政治人物 民进党当局的贪腐的手段 真的是层出不穷 而且呢 五花八门 令人瞠目结舌 一个贪腐的政党 却一直能够在台湾 倒行逆施 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的民众虽然讨厌民进党 民进党支持度 虽然很低 但是由于非民进党人不够团结 所以才让民进党 到今天为止 还可以如此的为非作戴